美国高中的毕业舞会是许多学生们万分期待的社交活动 胜装打败 与朋友们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 不过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一件要价一两百块的舞会礼服 因此美国新华新保险与这个警察局来合作 募集社区朋友捐赠的二手礼服 帮助贫困的学生们演梦 洛杉矶陷警局工业试分局青少年活动联盟 与美国华新保险公司联手合作 于近期为盛盖博股东区弱势家庭的学生们 捐赠高中毕业舞会的礼服 今年是第二年举办这项慈善活动 获得华人社区的大力协助 活动当天将近千套七彩缤纷的礼服 西装以及鞋子 让学生们挑选出心目中属于自己的锦衣华服 我们发现说其实我们在哈岗 荣来岗这个区 我们东方人可能很富有 可是其实很多其他的我们的邻居们 可能都有一些家里有贫穷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听说他们有这些毕业舞会 他们想要去可是这些裙子其实都很贵 西装也很贵 他们有一些学生们觉得说 没有办法买得了这些裙子跟这些西装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跟社区们来累积这些 大家捐出来这些衣服给我们 那我们这也是我们华兴保险第二次办这个活动 我们是跟Industry Shares的 Youth Activities League一起主办 那真的这次很感谢大家能够捐出来那么多漂亮的衣服 我们今天应该是有超过350条裙子漂亮的晚礼服 还有也差不多有100多件那个西装套装 所以这次大家的付出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心都很暖 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每一年我们都会大概年初的时候开始累积这些裙子 收这些裙子 在我们每个华兴保险的办公室 还有Haddix Towing 我们在San Gabriel Valley很有名的他们也会收这些裙子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点是Industry Security Services 他们也会收取这些裙子 当然我们的Industry的Share Station也会收这些裙子 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裙子 前往礼服市集的学生们在现场挑选试穿 现场还有义工协助打造最美的毕业生 也欢迎家中有闲置礼服的观众朋友 参加明年的活动 帮助更多学生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 中望电视采访报导